哈喽大家好我是云哥 实话说已经2024了 你们说想看雷神的视频 好云哥我就站在自己的角度 给萌新水友讲解一下雷神 老玩家老闲鱼们也弹幕评论区造起来 咱们趁着雷神卡执复刻 一起回忆一下这位人气顶破天的万人迷 雷电将军从2021年9月1日初登场至今 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 也就是一坤年 云哥的雷神是2022年3月8日抽到的 也有差不多两年了 这两年的时间呢我打深渊 雷神基本上是属于是木桂英 振振落不下 好的好的我知道他是你们的老婆 假如元神是个养老婆的游戏 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那雷神妥妥的就是大老婆性感大女主 即便到了2024 云哥还是要吐槽一句 这奶香的一刀到底谁能扛得住 就是从大渣里掏把刀出来砍人 我群里的水友啊 时常会魔震起来 啊奶香的一刀砍在我身上吧 二次元的恶趣味啊 所以说雷神真的是太美了 和服麻花辫 黑丝高跟鞋 还有雷丝辫 我太喜欢雷神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的第一个限定角色是 八重绳子 没错啊 我的第一个三二八刻给神子了 当时40抽就出了神子 然后剩下的妹花 下一个池子就是雷神 于是我又40抽出的雷神 刚入坑是不是运气都这么好 现在基本上都是大保底吃满 再也没有刚入坑那种好运气了 米哈游的抽卡概率绝对是控制了 刚入坑让你欧几把 后面干抽就不出了 各种大保底吃满 我当时刚入坑 神子用了一阵感觉不太行 然后抽了这个雷神 这可以啊 现在的纳维亚走哪给人来一炮 我当初的雷神也是 走哪看人不顺眼 就从奶子里掏刀出来跟人干一仗 没错 不怕大伙笑和云哥是雷神带大的 这也是原神的乐趣所在 不同的初始角色 会给每个玩家尽量创造不同的体验 那时候我的雷神手持一把钢叉 脾气异常暴躁 就得谁消谁 不过我抽雷神的时候呢 还没进剧情 当时也没想太多 就胡胡往前冲啊 进了剧情一看 不对啊 这雷神怎么是个反派啊 那后边怎么还上传了呢 反派还得给洗白了 所以开始的剧情里呢 雷神总是一副东北话 讲话了木个章的状态 大脑迟钝 蛮不讲理 后来剧情呢 写明白了 机器人 也就是说 仙头在外边当反派的 那是机器人 本体躲在一心镜土里边 当宅女 这可真是太日本了 太有那味了 后来呢 八层神子还有灵人灵华兄妹 暗中作局 到期才终于改革开放 世界再度欣欣向荣 雷神也在抽卡之力的作用下 加入主角一行人 一路陪伴 沙川提瓦特 这样的故事呢 原神的编剧总是这样 前面拿刀砍 你的那是机器人啊 你后边抽的雷神 那才是真正的本体 强制洗白是吧 好好好 没关系 反正在云哥 没有遇到云嫂之前 漫长的单身狗生涯 是雷神陪伴云哥 一路提瓦特旅行 使得痛苦的生活 相对不那么痛苦 大恩大德 莫尺难忘啊 所以后来呢 雷神复刻 云哥也是不自量力 想要给雷神抽把转武 当时零人陪跑 就地就给我歪了把啵啵鸡 可恶呀 当然了 不是卡池的问题 主要是云哥自己的问题 那段时间心态爆炸 原始也在乱花 正在云哥准备继续痛苦 手握钢叉 开始干须觅地图 我哥在直播间 看我可怜 说让我把号借给他玩玩 我说行 然后继续打号直播 过了十几分钟 我哥回直播间 跟我说 好了 好了是啥意思啊 他说上号看看 我一看 号上多了把天空之剑 都把你推着戴上了 雷神也拿上了 心心念念的专武 青龙剑月刀 哎 三十几年的兄弟之情啊 大哥对我充满溺爱 很多水友纷纷表示 这样的大哥 能不能给我也安排一个 哎不不不 愚蠢的偶逗逗 这样的差事 让我自己来就行 我这把专武啊 自己克了小五百 大哥给我克了 至少一千啊 众所周知 云哥做一个视频 平均收益在二百块钱 为了这一把专武 云哥得多次展示 自己渊博的知识 以及卓越的口红 我知道这时候弹幕评论区肯定有人要起脸输出我 不对啊 云哥我的剃刀十发就出了 没那么费劲 云哥你怎么还克了 吸狗 面对这种黑粉 云哥我只好原地使出 仓抢登街 就地给你来一个死克浪上天梯 总之呢 在我后来的原神旅途中 灵命带砖武的雷神 让我心满意足 一路过关斩将 但有很多水友来来回回的问我 我实在是不厌其烦 雷神的二命仇不仇 众所周知 雷神三命停止发育 二命的百分之六十穿甲 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培养完毕之后一度打啥都是秒 所以很多人问我这个二命克不克 我的建议是no 因为克完之后 你打啥都变得太简单了 没有挑战性了 一刀就干死了 属于是花二命的钱 体验满命的效果 甚至很多角色满命 都没有二命的雷神猛啊 所以抽完就容易造成这么个局面 本来你打深渊还能有点挑战 现在这二命安排完了 那怪时常一刀就被蓄死了 所以呢 我选择相对有点挑战的人生 有了专武我就满足了 当然了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很快深渊进了粪怪圣海兽 每个深渊二命 他想打满着就费了死尽了 那段时间云哥动摇了 准备给补个二命 但是策划呢 也很快顶不住压力 被社区给喷麻了 把圣海兽削弱了 并且从那以后 圣海兽也没进过深渊了 整个深渊的难度 一直处于宝宝八市水平 我拿雷神 搭草神 以及万般和叶兰呢 总能打得很快乐 很多水友却表示 哎呀 太简单了 开始怀念圣海兽了 啊 就这样 雷神作为米哈游打造的明星 每年一次的卡吃 都是新玩家狂欢的时刻 老玩家也纷纷补二命 补专武 随着新角色 水神水龙登上的神位 雷神的话题度暂时下降 然后我就刷到了 番薯的视频 他说雷神现在不行了 看完那期视频 我就把番薯取关了 然后又过了几个月 我看番薯改名了 很多人说我蹭番薯的热度 我笑了 其实我还是很怀念 他过去给角色算数值那个镜头 现在开了直播呢 他视频的含金量下来了 改了名了 播放量也大不如前了 希望他能找回初心吧 还有人说 番薯没有喷过雷神呢 我告诉你 不是他没喷过 是喷完他把视频删了 要不就是被米哈游投诉下架了 你想想雷神这么一棵摇钱树 策划设计新角色 怎么可能被刺他 动不动一次卡池 根据期迈的数据 平均仅iOS国服一天就是60万每刀 安卓还没算呢 你可以喷策划 但他们绝对不是傻子 全指着雷神每年复刻都上来收割一波销量呢 一旦番薯成功带起节奏 在萌新脑中种下雷神不好的印象 那对于米哈游来说一次损失可能不止几千万 以后新设计角色呢只能从美术角度 还有玩法新体验跟雷神有所区别 强度上咋地也不敢被刺了雷神 这就是卡池轮换制的好处 新角色只能开发新赛道 不能破坏老角色独特性 类似雷神胡桃夜兰这种 属于是策划营销的爆点 说到这呢展开一下 根据我的经验 就雷神夜兰胡桃草神灵华 加上新进的水神水龙都属于是爆点 卡池往往是很香的萌新玩家呢 可以重点关注 所以这次的雷神池呢 专武池搭配的是宵宫的飞雷 高贵的爆伤属性歪了不亏 虽然糟心和雨才呢 都是纯粹数值受害的垃圾 但也难免卡池会有点毒点 再看角色池啊 陪跑半夜的班尼特 雷神的顶级挂件九条 还有新角色雷火超载体系 新玩法的key牌下卧雷 直接一个卡池凑够一对人马 萌新这不得抽爆吗 当然了策划肯定也是有心机的 让玩家用下卧雷搭配雷神和宵宫 顺手测试了新体系 给后面的仆人提前做准备 着实是一手好奇 云哥我绝不上当 千知不来 我一滴原石不动 嗯 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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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地域 地域 雷神卡池你们干了我随意 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雷系角色雷神必然已经是完美的了 拐充能大数字绝对霸体 强度和XP都顶满了 那克洛林德也是雷系大杂 玩家一样是千呼万唤 元神策划就这么个德性 细里细外给玩家设置各种艰难的抉择 整个人心就卯乱的 玩家无鸡六兽呢开始找本子看 要不就上群里发色图 上回发色图群都疯了 这回就变发了 要不元神玩家怎么老喜欢吵架呢 会不会又是咸云 又是千枝 又是克洛林德 又期待火之国纳塔 现在呢整天刷圣语物 每天都给抱一堆垃圾 实在是咬牙丝哈的痛苦 别痛苦了 没雷神的先整到手 有雷神的就咱原是开躺呗 该上班上班 该上学上学 要不就玩玩别的游戏 叶老捧着 就像云哥和云嫂 天天捧着腻歪也粘牙 所以云哥除了云嫂之外 还是少不了雷神 叶兰的纳维亚 香菱白竹啥的这种二次元老婆 好了先不说了 云嫂要打我了 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转发 我是云哥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